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好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 下面是列好了 可是我们的标题 我先读一下 我觉得标题其实是非常catchy的 How often do you think about sex? 这是问女生的版 所以这个问题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想知道答案 女生们啊 你多久会想一次 爱爱这件事情 How often? 多频繁 好我们就先看前面几个答案 然后我们来从里面找东西学 第一个人说一天好几次 Several times per day Well this is me too It's a stream of sexual thoughts all day 哈哈 所以是一个仿佛一个河流般的 sexual thoughts一整天 Sexual thoughts Our brain is our most important sexual organ 这是很常听女生说的 我们脑袋是最重要的性器官 Fine OK 好然后反正下面就说 Yes it is Usually first thing First morning thought And last thought Before dropping off to sleep 通常是早上第一件想到的是 睡前想到的最后一件事 OK 然后想agree 所以其实这边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说了一大堆 就是女生都说 其实她们也蛮常想的就是了 好那这个酷 这个大概并不是最重要的 OK 那我们要看的比较多的 或许是 来我们继续往下 他甚至这里还说 有很多女生其实很常常会去initiate sex initiate就起始开始的意思 他讲的意思我相信是 他们会去锁 逃锁这件事情 但他强调一个重点 with the people they want to have sex with 所以锁爱是指跟 他们想要发生关系的人锁 这样子 所以这可能就跟我们男生一般的错误的理解 或者错误的认知是不同的了 好OK 这样没问题 来 然后这边下面这个有点重点了 我觉得 I went a long time thinking I was a sexual started dating someone I share excellent chemistry with and now think about it a lot 他把lott还拉那么长 好所以 他有一段时间 他觉得自己是asexual 所以我们不小心又讲到了 这个性别的光谱上的东西了 asexual就是无性人 没有性的 或者他就是几乎 或者应该就是完全不会想到性 他人生也不需要 他也没着念头 这个就叫做asexual 好 然后他开始去跟一个 他有很棒的一个化学反应的人约会 started dating 应该讲交往someone I share excellent chemistry with 然后现在就常常在想的 所以他这里用了一个词 maybe circumstantial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很 circumstantial的一个概念 我就忍不住必须去思考一件事情 因为circumstance这个字我当然认识 可是我也认识一个字叫做situation 我突然就有点不懂 circumstance跟situation有什么不一样了 所以我就开始去找一些资料了 所以我分享给大家一下下 circumstance我们有时候翻译成处境 situation也翻译成处境 那分别是什么 circumstance其实我们不难理解 因为circum开头的就是你的周围 所以圆周这个字叫做circumference 也打一下好了 我这边有先做好一些笔记 所以如果我今天写一个字叫做circumference的话 circumference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圆周 所以你的一圈就是circumference 所以你的circumstance 就是你周边这一圈的处境 again situation也是处境 那到底分别在哪里 我找出来的答案大概是这样子的 situation跟situation 甚至把它变成形容词 跟circumstantial有什么分别呢 它的不同是这样子的 第一个 这个是字典里的定义 circumstance is a fact or event that affects a situation 所以circumstance会影响一个situation 有没有例子 不太有举例 可是在我举例之前 我再说一个 我刚刚找到另外一个网络上 其实也是reddit里面有一个分享 那他分享的我觉得还不错 他拿来解释这个蛮好的 他说的是 circumstance是一个fact 或者一个event 而这个fact或者event 是你不太能够有控制的 他这么说 OK 虽然说我不太同意他这个说法 因为我也觉得 我可以想象到一些 circumstance是你可以控制的 但我们先姑且听他的 因为他的例子不错 所以circumstance是一个 你不能控制的事情 而situation则是 被这个circumstance影响到的事情 好 马上来说例子 例子就是 今天假设外面在下暴风雨 大雷雨 这就是一个circumstance 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它 so that is the circumstance that you're in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在外面 走来走去 你正在步行 然后下了一个大雷雨 这变成你的situation 而这个situation就是 你能够去躲雨 so you 所以你去 你去寻找一个shelter来躲雨 这则是一个situation 大家这样懂意思 situation是你能够控制的东西 你能够去做反应 去改变的 if it's something you can change that's the situation 他说的如果是circumstance 是不能改变的 是一个fact 或者一个event 所以字典里面另外说 或者我刚看了是另外一些地方 在讨论这件事情 就是说situation多半是 很多的circumstance 一起考量进去的 有的时候是另外这个说法 我刚刚说 我并不完全同意不能改变 就是我们有个词 就是financial circumstance 就是你的财务 现在上面的状况 那你的财务状况不能改变吗 我认为加减是可以的 所以我并没有说 非常同意刚刚那个人的说法 就是不能改变 but that's only my two cents 好 那下一个 我自己想的一个例子 我觉得也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 你今天在一个酒吧里面 遇上了一个很不错的人 那你当然就可以去思考 你要不要今晚跟他走 对不对 so that's a situation because that's something that you can control 我们回到刚刚那个例子的话 那可是你的circumstance呢 可能就会影响到 你要不要跟他走这个决定 你的circumstance可能就是 你现在的状态是单身 或者你现在的状态是 你有男朋友 so that is your circumstance 虽然说你可以argue 像我刚刚所说的 你可以不管你有男朋友啊 没有人说你有男朋友 就不会跟这个人走啊 对不对 yeah I would agree with that OK I would totally agree with that 可是你也可以去想说 我社会一般的这个教条是说 有男朋友就不要跟人家走嘛 对不对 so you can argue that that's your circumstance you are not single so you cannot go with that man 所以这个大概就可以去 illustrate出 situation跟circumstance的一个 不同点在哪里 好 那所以这OK All right 那我们再往下看 下面这个人也说 I'm in the same boat 这也是很常看到 就我跟你同一条船 所以I am in the same boat for me I realized that I I identify with the asexual spectrum 所以他说 他了解到 他是跟这个 刚刚讲的 无性 是在同一个光谱上的 and I identify with the term demisexual so I really only think about sex when I have an emotional connection with someone 这里 我看到的就是 huh what the hell 所以我相信 你看到 可能也有一点 这种想法 他既然是 asexual spectrum 也就是在这个 无性的光谱上 所以这不是 我们讲的 所有性别的光谱 这里是一个 独立的光谱 里面就是 无性别的 各种不同的程度 所以连无性别 也有程度 或许是吧 所以他是这个 asexual的 spectrum 在这个 spectrum上 又有这么一个 额外的 性别的方向 就叫做 demisexual 我也不懂了 所以我也来找一下 什么叫做demisexual 好 demisexual 这边先打一下 定义给你看 demi开头的字 就是一半 所以我也看到了 网路上有说 这个就叫做 半性恋 半个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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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the hell is this 那我这边有 另外一个网站 你看这还是 去年 9月 11月的 所以 没几个月前 OK 大概三四个月前而已的 一个文章 而且是BBC的报道 Why demisexuality is as real as any sexual orientation 很长 对不起 很长 我大概没办法带你读完 因为时间上可能会太长 可是我大概 很简短的讲一下 很简短的讲一下 他的意思 也就是 OK I really only think about sex when I have an emotional connection with someone 这就是demisexual的解释了 就是 你只会跟你有 emotional connection的人 的时候 你才会想到sex 所以意思是 你看到了 假设你是女生 你看到雷神索尔 你一点 想跟他打炮的念头都没有 那你就属于demisexual 因为你是asexual的 你看到在性感的男生 你也没有念头 那你就是asexual 可是你跟一个认识了 很深的人 你开始会觉得 他OK 我对他有信誉 那你就是demisexual 你并不是完全的asexual 你是可以sexual的 可是你需要跟 你有emotional connection的人才有 大家听懂意思 我一开始读他的时候 因为这篇文章里面 有非常清楚的解释 他里面的一些小细节 他也有一段在讲的 就是说 任何正常人读到这一段 就是我只跟有emotional connection的人 才会有信誉的时候 大部分人读到这一段 就会说 well what the fuck me too right 你可能也会觉得 废话 我没有办法跟任何人打炮 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 我没有办法跟 任何你觉得性感的人 我就可以上 OK so I cannot just have sex with anybody 他们会这样子讲 right it has to be somebody special isn't that everyone right isn't that the case for everyone 你会觉得 呀 一般人不就这样吗 好像是没错 对不对 可是他的重点 他的nuance OK 他的这个细腻的地方 他的nuance就在于 就在于 你说你 你只跟 有emotional connection的人打炮 Sure 可是你看到性感的男神 你还是会觉得 Oh my god I can totally sleep with him 你会这样想 对吧 well 你如果会这样想 那你就不是demisexual了 你至少会fantasize 可能你的行为会控制住 今天假设 今天如果恐流 真的出现在你面前 想跟你打炮 你也会想一想 啊 还是不要了 我要老公 我还是要我老公 这样子 那可是那是因为你 你有那个社会的规范 去规范你的 so you are morally bound to have sex with only your husband 所以你是正常人 啊 对不起 我不应该用正常这个字 你是普世价值中的这个 主流多数 你还是会想跟恐流打炮 只是你会被你的行为 或者你的观念规范住 但是demisexual则是 恐流哦 帅啦 有性幻想吗 拍谁没有 就是没有 零 所以这是他们的意思 除非恐流 认识他的 坐下来聊天 然后聊三个月 然后有的emotional bond 那他才可能会觉得 呀他我可以 所以还是有不同的 并不是我们一般人想到的 就是 呀 me too 的那个 我刚刚说的 这样大家听懂了 好酷哦 所以他这边说的 他就是找了一下下 所以他这边 我再强调一下 他说 identify with the term demisexual so I really only think about sex when I have an emotional connection with someone cool 然后下面人也说了 never knew these words there's a word called demisexual for this 对他来说 也是新东西 对我来说也是 ok oh my god I feel like I just rediscovered my whole life because it's the same ok 所以他觉得 他整个人生 被重新发现了一次 所以这也是一个 另外的 被启发的人 这样子 ok 下一个人也说了 I feel like I have to be this 我也一定是这样 I know I'm not a sexual because I think about sex and am sexual but I have a low libido 所以他知道 他不是无性别的 因为他的确会想到 新这件事情 他的确是sexual的 可是他有一个 很低的信誉 so I don't think about sex daily but I do think about it I'm curious if I'm with someone I connect with if that'll skyrocket 所以他会觉得 他大概也就是这样 只是他还没遇到 这个人就是了 所以 cool alright 好吧 到这里大概可以了 我们并没有说太多的字 但我相信 刚刚的situational 跟 circumstantial 还蛮重要的 今天跟我一起 多学一个字 demisexual is this you maybe I don't know share with me 下面的comment down below 好了 到这里 ok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